大家好,我是Johnson 今天帶大家看一間雙車房 背對樹林之外一年新的樓 特別是裡面的設計 全部都是私人訂製的 有北歐風格 入去的時候好像酒店的設計 我們自己喜歡的 背對樹林其實是一個很加分的 再加上裡面的整個區 這間設計得非常好 歡迎來到這間 我們是私人訂製的 因為業主喜歡在這邊做不同的設計的時候 我們進來的風格 剛才說的是一個北歐式的設計 這裡是全部的東西都重新做過了 除了我們進來這個樓盤 空間比平時更加濕足之後 從這邊的玻璃環讓他們的陽光更加配備 我們進來的 我們進來的 是可以自己一邊開燈 一開燈的時候 系統就會在這邊 這櫃也會開 所以會方便 而且有很多細節 慢慢在片段看到 在下面的地磚這邊 其實是用Fishbone的形式去設計 加上的心思 待會你會在車房門 都會看到這樣的設計 而整個北歐的設計裡面 這些下面有些細季的東西 全部都會蒸好 裝飾的時候會方便 然後我們在下面再多一個LED燈 所以晚上的時候 你會看到 最重要的是 這個衣櫃除了放衣服 還可以坐在這裡 換鞋換正的 會方便 右手邊的洗手間 先看看這個洗手間 主層是有兩個洗手間 一個就是外面派對 或者平時在客人來的時候 去這個洗手間 原來有乾坤很多人 現在在這個生活上 整個Fishbone大 可能會多些人住又得 或者不想走樓梯的時候 今天又是找Builder 和這個設計師的時候 設計了一樓是一間睡房的 而這個睡房 另外剛剛那個洗手間 進來這家人 是將它設計多一個 有棋缸 有浴室在裡面 而且有心思是將裡面 有一個門 去設計多一個Storage 我們這邊再加起來 在這間房間 將來可以變回Library 或者這邊可以 我們所有的Coset 全部都整好 有些櫃 以及整好 這間房間其實是 有一張床 有書桌 然後我自己會再看看格式 這個因為全部改裝 所以在私人訂製的時候 在外面一定找不到這樣的設計 然後我們這個空間 有兩個廳 由中間有一個半透 半穿了的牆 可以令到後面 後花園的陽光射進來 我們這邊就會在這個空間 Smooth Silling 的時候 配上燈 空間這樣十足 還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看到一些木板 闊的木板 以及在封口的位置 都會用木板來襯托 而其中一個大的highlight 先來看廚房 它設計得非常好玩 然後我們覺得這個廚房裡面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很多心思的東西 都設計在裡面 首先這個石的桌面 超大了 然後它後面的 Bash Bash 和這個是一致的 我們要稍後慢慢說 就像這邊的 有很多不同的小櫃和大的櫃都用 裝的東西全部都做好了 竹碰式的雪櫃就像芝麻海門一樣 其實很簡單的 在這裡按一按 它就已經開了 又不需要去其他地方 很方便 同時如果忘了關掉雪櫃 它自己會關掉 我們有時的 好像在做食物的 一把進去 搖一搖 它已經開了 這個雪櫃 還有一個大型的雪櫃 這邊和兩邊都會有 這兩邊 一個大雪櫃 還有 將來你們可以加進去 加上一個手柄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喜歡 去到這麼簡潔的地方 不要再加手柄 反而這間屋的特色 乾乾淨淨 還有豪宅雞的設計 然後 就到我們這些不同的小櫃裡面 就會看到 我們這邊的GAS櫃 是用頂級的GAS櫃 還有我先看看鏡頭過出來 它每個櫃都挺好玩的 就在這邊的 放針板 然後設計完 製紙的製成的 這些保鮮紙的東西 都會弄好 然後我們會在這邊 有48吋的深的碟星 這個水龍頭 其實是平時有水之後 這個位置是用飲用食水的 這個位置是飲用食水 而且平時是熱水 還不可以 然後再加上 我記得是這個了 對了 將刀的東西 這些全部都弄好 還有它soft closing 的東西 都在這裡 這一堆的空間 再看看後面 我們這個後面 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到 就是這邊 到時咖啡機電腦 也會在 新縮的放在這裡 然後全部都是soft closing 這些都弄好之後 我看看這邊 每一次開出來 都好像開奶 然後每一次都不同 然後就是這些 還有所有醬油 那些東西 這邊我記得有幾樣東西 這一個是開櫃 好像平時的Tesla那些門一樣 然後再加上 這一個就是咖啡機 也是這邊這樣裝 它整理好 整個廚房 在說乾淨舒服 還有在高級的設計之後 看回它設計的時候 這對門 這本來是一個 drive floor 但是它們的建築 就把它打開了 所以我們從這個車房 去那個廳的時候 這邊打開了時 有一個入口 所以它們可以從這邊 直走回到車房 而車房裡面 它們的櫃全部都是在改裝過 除了這邊擺外套的時候 通常我們出入口 在加拿大的話 都會去車房出入 所以客人 在外面的圓關的時候 有燈整盛去坐 而我們自己日用的時候 就擺不同的外套 看這麼高的話 怎樣拿來的呢 就是中間的柱 基本上一輪一輪一輪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上去 我們在後面 看到其他坐的椅子 和剛剛說的 這個圓關和這邊的Fishbone 的磚 全部是同一個主題 其實後面有很多不同的櫃 可以幫助很多東西 我們進入鏡頭 而這間樓 除了用北歐新穎的設計之後 再加上第一個highlight之後 這麼多東西都整好 我們來到這邊 出去陽台之前 這個地方在一個小的茶几座 和我聊天的地方 坐在這裡看書也好 或者做其他東西 都是在這個地方 設計了不同的櫃 就像我們在這邊 你看到很多這些的櫃桶 還有它有暗格 暗格就會在這裡 再加長 你可以放掃把 就會在一個很方便 和一個隱藏的地方 然後我們在這個外面 就說一下我們喜歡的 就是這個後面的景 現在接下來 到時候將一些抽風來的時候 葉子就會變成藍色 然後這裡後面就是樹林 我們在樹林的時候 整個樣台空間很好 還有外面有一條小鏡 還有這邊會有一個很舒服的景色 我們到時候進來看看 由我們吃飯廳 穿回來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用Quacky Waffle 就是我們上面是Waffle C0 是值得命的 下面我們在這裡 其實是放在電線上 而是將一些線在下面 已經全部藏進去 所以很多細節的東西 來的時候 不需要再動腦筋去做 之前已經全部都做好了 所以這些暗線的 全部藏好這位置 還有這裡 裝不同的東西 和承窄櫃在下面 所以進來的時候 就可以全都放進去 窗口有些都加闊了 還有它們旁邊的位置 門框位 比起正常普通的樓 都已經加闊了 我們可以上去二樓看看 而這邊的樓梯 升級了 和鐵柱之後 慢慢上來空間 這是一個五個房間模特兒 而它們改裝為四個房間 加一個中間的Family Room 這個房間可以到時 變回房間也沒有問題 我們這邊 它有上面這些東西 整好之後 它以前這對門的設計 如果是房間的時候 等一會旁邊的一個洗手間 它就可以變成 Semi-oz 兩個廁所 來共用一個地方 但現在它們將那塊板 暫時封起來 它們這邊 設置一個水包位 在這邊 這邊的水包位 還有它們放了一些飲品 和自己在那裡喝咖啡 或是用汽水等 這個小型酒吧 在二樓自己的私人的空間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是雙門的設計 同時間的 它是進去的 我們這些木板也是 進來的時候 以為是一個很簡潔的 但一看真點 櫃和東西 就全部都蒸好了 上面的屍靈 特別做了之後 它將隱藏櫃放在這邊 即是本來的Day 1 這個建築設計就是 這邊是床頭 放在後面的時候 後面反而放櫃放成的話 進門口會看到 反而覺得沒有那麼歸一 而它們設計後 將那邊全部拆掉 將這邊就變成我們的板 我們進來的時候 所有的櫃都蒸好了 每樣都一樣 所以裝三裝成 這邊就很有空間 給新的主人去做的 這裏都可以關閉 基本上是這樣 而我們在這個地方 背對樹林的時候 早上兩邊的景色 就不需要把床在這裡浪費了 所以它的床在中間位 和後面 就是進來這邊 變成整個空間 就橫向陽光照進來 這個洗手間 跟酒店的東西差不多 製作了一個熱盤在下方 還有上面這些位置 暗格的燈 就像平時的酒店一樣 全部製作好了 然後在這裏進來的時候 櫃進去的空間 都是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們這邊櫃這邊 還有鏡頭Pen這邊 這個位置都會放一些毛巾 都會有位置 一站位不同的位置 我們在HeatBad 這個地方 製作了一個化妝桌 和後面 我們現在的浴缸 加上花灑位 我們這個花灑位之後 這個馬桶 也是用那些 就是自磊馬桶 和後面的製作 後面 這個就會有幾組 一組一組 花灑位 然後第二組就好像這個花灑 和可以坐在這裏 然後我們製作到這邊 就好像進去的時候 好像我們那些SPA的中心 地下的石頭 看下去 將來用水 用整盛的時候 都很容易去打理 最重要是夠有Heat 所以就不怕冷到腳 然後我們第二間房就在這裏 它有個洗手間在這邊 然後它空間裏面 就是背對的洩林 這個就是一個Coset 裝衣服的 所以它連後面的牆位 裝洗衣液的那些 都是在牆裡面 弄好那洞 然後放在這裏 我們就去出生意的位置 我們看看第三、第四間房間 我看到吸塵機 在下面的暗格的吸塵機 位置都安裝了 以及電掣位置都安裝好了 這個就是一個Long Room 櫃上面 Santa 做很多了 除了在這裏 加多一個盒上去 所以我們燙衣服的整成都會方便 有一個這裡 就是他們的陽台 在外面 大陽台 具營陽台 還有在這個地方 他們想著 以前的Builder 就出來一個粒粒的地方 但他們想著有一個Window 同一的時候 他們就加了一個 我們在這個椅子 桌面 或者坐在這裏 也很方便 以及一些櫃桶 和這個位置 所以他們坐在這裏 用的地方 和床 和書桌位 就剛剛好 全部都用好了 後面 我走出的椅子 都會方便 而我們一拼式 在這塊牆上見到的 就是他們的床頭 那塊板 和他們裝這些不同的 像模型 整好之後 再有些櫃在這個位置 像捉酒店那些東西 又是一些不同的櫃 裝在這裡 還有這些很有特色的東西 這間櫃除了Classic之外 全部櫃都修好 我們進來的時候 有些不同的 我們選擇的 像這些 例如放箭利品 就可以在這裡 有攤子 有手錶 和其他不同的東西 我們看看下一間房間 然後這間房間 兩間的中間 有一個共用的洗手間 而這個洗手間 它細緻到 好像平時吹頭的 我們好像放風筒在那邊 它簡直連這個都做好了 放風筒 插了條鞋在後面的時候 就不用拉來拉去 放在這裡 我們這個 洗手間在這個位置 而第四間房間 這個 它會有上面 那時擺放的東西 同時是兩張書桌 所以它到時可以用起來 就是裝東西 和書桌都可以 然後這邊的櫃都整好 整個空間 有1、2、3、3個 window 以及這個樓底 都是高的Smoothie 我始終覺得 四間房間 融合在這個位置 而這個就足夠的空間 是平時除以一樓 去做的就是二樓 這間房間剛進來的 四間房間 還有一間 是我們進來的時候 獨立的房間是一樓的 而這個就像我們住的樓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家人多的時候 住的時候 有一個好的選擇 我自己喜歡的話 有兩個客廳 和一個很漂亮的廚房之後 走出陽台 所以整間房間 除了很溫暖 最重要是 它的品味很好的 北歐的設計 這些樓是全部都是 業主買回來之後 逐一逐一去設計的 所以在市面上 我們這個叫做 就是私人訂制 如果你是對這間樓 有興趣的 以及你想是一個 很實惠的價錢 在這個地方買得到 這麼高品質 這麼高標準的樓 歡迎你 我是Johnson 我們下次再分享不同的樓